亲爱的朋友们,大家好,今天中午的时候吧,中午午餐的时候看了一个新闻,我感到特别特别的生气,同时也对国家的政策感觉特别特别的满意,是这么一个情况,就是一个一步之遥,名字叫一步之遥,一个车祸的事,就是有一家当儿子的在马路边上开了一家饭店, 她母亲就67岁了,就是给她打工,有一天晚上的时候,她母亲就出来倒垃圾,但是在路上喷一下,让一个附近上班的人给碰了一下,这都有监控,有天眼,有监控,都录下来了,碰了一下吧,然后那个人吧,本应该去扶老太太一下, 但是下车之后,几秒钟之后就跑了,跑了之后呢,几分钟之后,她又回来了,她又回来了以后,停在路西被创的,然后她又停在路东,路东又迟疑了好长时间,前方呢,后面呢,就是那个路西那边,来了一辆车,来了第三辆车,后来呢,又来了一辆大货车, 一下子把老太太给,也就是说,失去生命了,那个雷呢,其实,哎呀,其实,反正基本的过程就是这样,具体的详细清洁,我就不给大家说了,大家可以看到金人说法,今天是12月20,几号,22号可能是, 我唯一气氛呢,就是这个雷,你把雷创了以后,那时候那个老太太吧,就是说那个,伤势还不是很重,还是不是很重呢,就是说那,在那个时候呢,可以帮老太太一把,把老太太能够救下来, 但是呢,他下车几秒钟以后又跑了,也不知道他想的是啥,后来又回来了,回来的时候呢,又被这个大货车给,给,给,给创了,又失去点生命,我感觉这是,最后法院给他的判决,好像是判决了八年,八年的监禁,然后还有一个朋友呢,就站在路边不管,给判了是一年的监禁, 其实我想,其实现在过年了,有很多朋友啊,就是说,从外地回来,或者都感觉都开车都比较急,如果大家,你,我无论是谁,你在路上碰见这种情况的话,一定要及时打电话,或者,把咱们能够救的人,能救下来,就救下来,尽自己的微薄之力,就是,减减减少一下,就是家庭的伤害,这样,我也感觉这样的很好,同时,我发这篇文, 这篇视频的目的呢,就是说,以后有什么,就是,无论在什么时候,就是,一步,无论是一步,仅仅是一步之遥,仅仅就是举手之劳,然后你献出这一点,这一点爱心,这一点什么的话,可能人家的家庭,就能,就能挽回其他的损失,好,今天都给大家讲到这里,就是,希望大家呢,如果在路上碰见别人,如果遇到什么困难的话,能帮几下,就帮几下,微薄之力,就能显出一个, 很大的,很大的,很大的引爆,谢谢,今天大家,就讲到这里吧,非常感谢大家收看,